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啊,又是一位七零后 他的声音是属于两代人的独特技艺 他的评书引得千万百姓巧手 在艺术人生里,他始终初心不改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刘兰芳老师,登台 扬州取义,创辉煌 六十年来,谱新章 说段评书来祝贺 祝您身体更健康 能参加这场演出,非常荣幸 是我学习的机会 我和扬州取义人交往太多了 八零年我就到着参加广陵书会 那是第一次我和我们北方评书 袁国诚先生同时来的 当时演出我能记住的 有王小唐老师,还有丽唐 那个叫李信唐,两个说打虎的 还有陈俊章先生,还有康崇华先生 其他我就记不住了,在这演完呢 完了就到了镇江演出 那年我三十六岁 四十年了,今年我七十六岁了 要能站着说书 很荣幸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向扬州老艺术家学习的结果 扬州的曲艺特别是平化 传扬州老艺术家 传扬非常好 从王少唐大师一直到今天 我三个地方一边我来不了了 先到宿迁江苏 这是高铁 然后你到烟台 不是烟台 微海 然后坐汽车到烟台 再坐飞机到这五点十分下飞机 一路上就健康宝 我这手就摆上不过来了 这健康宝老得换 使我想到这是非常时期 我们国家刚刚表彰了一批科技界 卫生界的精英 所以我先给大家说个评书逛口 百姓心中一座山 可以吗 抗击疫情百于天 英雄备出 普新片 万中一心 其奋战 首先说说中南山 中南山是医学世家 著名呼吸病专家 他的名字如红中大驴 响彻云天 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 妇如皆知 而且文明侠儿 海外流传 中南山如泰山英雄山 百姓心中一座山 我是他的粉丝 他实际在我心里沉甸甸 早在十七年前抗击非典 他义无反顾 无私奉献 让全国人民刮目相看 这次新冠病毒来袭 又是他顶峰冒险 冲到前线 到那里顾不得吃饭 顾不得睡眠 团结战友 争奔夺苗 马不停蹄 视察调研 八十四岁的老人 干起活来 胜过小青年 几天下来 泪瘦了脸 熬红了眼 可是始终 尽头不减 我们有党中央 英明领导 胸怀中华民族的光环 我们心里踏实啊 全国人民 种植成城 同舟共计 功课时间 终于迎来了 美好的春天 春天阳光暖 不忘 严冬寒 我们绝不泄尽 绝不松贤 手挽手 肩并肩 阳哥 把关 防止反弹 疫情常态化 经济促发展 大江南北迎胜利 五湖四海 凯歌船 共和国勋章 金光闪 人民英雄 普新章 咱们还说 蓝芳老师 请留步 请留步 大家都知道啊 刘兰芳先生呢 是我们扬州取义的老朋友了 帅哥 我记得 在咱们取义团 见他五十周年的时候 蓝芳老师呢 也亲自登台 为大家献演 今年 咱们是取研究所 成立六十周年 刘兰芳先生又再次赶了过来 大家是不是要来点 更加热烈的掌声呢 谢谢您 蓝芳老师没把咱们当外人啊 我们既然是家里人 咱们就提个家里人的要求了 这个都知道 蓝芳老师的 月飞传 是快智人口 经典中的经典 今天大家想不想听 刘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舞台太多了啊 南宋时期 金宋两国在爱华山前展开一场 殊死战斗 大金国色狼主 蜿蜒无珠 带领数十万人马 兵进中原市 兵杀爱华山 连环战表 打入宋朝国都 宋天子派 岳飞 再次出兵 在爱华山外 扎好营盘 切兵三日 想炮出兵 到了出兵这天 君政司 点起一万人 火公司 铸了数声大炮 原说岳飞 带着 牛稿 张显 汤淮 王贵 赵义 周青 吉青等人 直奔江场 门起列闪 任标起闪在两旁 岳飞在帅子 起脚下 待住 坐骑 呜 军兵 讨掉阵 古代没有有限广播 无限广播 宣传喊话 靠嗓子 不过也好使 选这么二三百个车轴汉子 都是拨根粗嘴 叉大嗓门 亮灯的 一次拍开 一二 哎 北国的军兵听着 往里边给你家主将送信 就说精忠大帅 亲自出战 尔等速来交锋 要不然要马踏高山咯 华英刚过旧庭山里边 倒 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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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连珠炮响 北国兵将清朝出洞 铺天盖地 鸭鸭叉叉 大旗 好乡高凌地 小旗 亚塞牛毛这般 有一次长蛇旗 二龙出水旗 三财旗 四门兜底旗 五处方旗 六丁六甲旗 七星旗 八卦旗 九宫旗 十面埋伏旗 飞龙旗 飞凤旗 飞虎旗 飞镖旗 飞豹旗 眼君旗 大盗旗 三十六感天罡旗 旗上的地上旗 外的一北 单八感家阵旗 旗爱旗 首先人压住阵脚 催马直奔江场 马后 秋上轻轻打了一掌 这匹马四十三开直奔江场马蹄踏的山路上 声音传出多远 耳轮中就听得 救命 叫你主将过来 大话 金屋珠带队这么多年 宋兵从来没有主动拦截过 是望风而逃 今天一听说有人叫朕 金屋珠立刻带着大王 詹汉二王 拉汉三王 达汉五王 泽利 君士哈密赤 左丞相哈里刚 右丞相哈里墙 参茂乌密西 乌里布 花里波 赫比达 斗比利 金骨毒 银骨毒 铜骨毒 铁骨毒 金眼大魔 野眼大魔 沙文金 沙文银等 来到江场 岳飞一看 冲着对面喊 敌将过来大话 就看珍珠宝云旗下 飞被泥地战马 这战马跟着刮风一样 二马对头 岳飞煞目观桥 大吃惊啊 你说岳飞领兵带队 这么多年 什么也没见到过 唯独看见这个人吓一跳 怎么呢 岁数在四十八九岁 跳下马 平顶身高 盯上 虎背胸腰是杜大师围啊 这张脸有头号戏脸盆口 那么大个 命似瓜皮 一道一道 一道白 一道绿 一道黄的 长得犬 两斗珠砂梅 飞入天仓 鹅角 一对大眼珠子 激了咕了 来回烂转 要是没有鼻梁鼓挡着 背儿 把能碰个响呢 林彬落 腮胡须 扎里扎沙 特别硬向 钢针相仿 就好掐了尖 去了边的钢针 落满了腮帮子 你要用手一拨了 能发出阴符 抖了米达 扫了些刀 鸭儿豪毛拧劲 朝上掌 头戴相扶 和盈盟 安可云珠 身挂天王海 外照者王袍 雷下佩戴 绿裤弯弯刀 大红中衣 狼皮战靴 肩搭花胡球 脑后 知机灵 夸下一批花瓣豹 得胜钩鸟船 挂着金雀开山墓 面前有百步威风 投上了千层的杀气 岳飞暗暗点头 誓言猛将 请问 来向 遵旗 大明 好 温暗 大金国四郎主 官拜 昌平旺 服刑 万焰 此乌珠 哦 乌珠殿下 时劲 时劲 请问 来着 威水 你别看 乌珠在跟 金乌珠跟岳飞说话 这个人 属 阳城湖 大闸蟹的 怎么眼睛掌在脑盖顶上 望上翻 没看 狂啊 在北国 橘铁龙 威震六国三川 九位十八寨 他拿把岳飞看的眼里了 他不知道是谁啊 啊 什么人 在下 姓岳明飞 赐鹏举 啊 金乌珠温廷 战马 倒退了十几步 上眼下眼 一口气 看了八十三眼半 为什么呢 人家名书的影 虽然第一次见面 但是 他早就听说 因为他的大哥 詹汉带兵 是先通关 在青龙山岳飞 八百雁陵队 破了大金十万人马 在八盘山 先是水烟后火攻 大败金兵 在金军中传照 汉山 翼汉 越界军南 但他没见过 今天瞧了瞧 你看也就一番吧 哦 原来是岳元帅 歪艳殿下 自古国土有南北之分 为何无故 兴师反净 看 少说这没用的 哪有什么国土之分呢 同是个天 都是个地 至于江山嘛 有得居之 无得实之 你们不能治国安邦 我们邦力朝政 嘿嘿 有何不可 说的好听 你们进败以来 烧杀抢劫 无所不为 抓我百姓 充当奴隶 人人切齿 愿生再道 有之男儿 亲吻儿等 母马中原 依我良言相劝 赶紧退兵 方式正路 如无听劝 休想走出这爱华山 哦 岳元帅啊 我四十万大兵到这容易吗 你三句话两句话能走吗 再说了 你们两个皇上都被我抓到五国城坐井宽天 小儿照够 天安易于你保他做什么 这大煞将军 一目难知 不如投我大金 不使封侯之位 住口 我乃大宋死民 也能投你大金 既然不退兵 咱们撒马一战 好啊 打败我弩头热走 大不败 要知道你们的 国度临安 既然如此 请 书中暗表 这段书得说四十五分钟 其中有啊 这个碰死金头王 撞死银头王 建设沙温金 捡打沙温银 最后和金屋珠交战 怎奈 篇幅有限 全都掐掉了 咱们就最后一招就结束 金屋珠一看岳飞这么厉害 心想 一看这个 三十来岁有什么本事 我一斧子把你劈死得了 所以两匹马学开之后 把金雀开山符 高高举起 这斧子这儿啊 像巴辣车骨头一样 心无猪琢磨了 我这一斧子连任带马就劈两半 为什么呢 这斧子好啊 他这斧子缸不是别的缸 是日本北海道进口的窝缸啊 他琢磨差不多 金屋珠一战马过来 岳飞手中停着大枪 一想我躲呢 还是搏呢 都是他力气大 我试试 能怎么样 我如果躲了 怕他了 一招怕 后边怎么打 试试 岳飞这杆枪可是铁的啊 以横担铁门 微微斜着点 嗨 嗨 斧子 斜着 唰就跺在了枪杆上 两匹马震的 倒退多少步金屋珠觉得膀子 苏的一下子 周围军兵啊 就觉得被这声音震的 正耳欲聋那四个字就那天留下来的 金屋珠一想 甭问 这斧子 枪皮蛇了人也完了 他抬头这么一看 啊 斧子上 有斗粒 大这么一个花 坏了 他 再看岳飞 学战马 看了又看 这杆枪怎么没怎么的 为什么呢 你别忘了 探古墓得的是悬钢枪 你知这杆枪哪练的吗 这是南京钢铁公司练的 这个南钢比那窝钢强的太多了 两个人马打对头要收复和山 谢谢